這部片其實它是一個傳記型的電影 那可是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會看到這個聖文婉先生 他本身他就是對自我有質疑 或是說他有迷失的時候 我們看見了社稷大師 他的私生活的這部分 有助於我們瞭解他嗎 我覺得坦白講 就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我真的瞭解他更多 因為雖然我們平常 這過去這個二十多年的 這個採訪經歷裡面 我們當然對他的作品很瞭解 也稍微聽說他是一個害羞的人 但是我們並沒有辦法 那麼深入的知道說 他在這個創作工作的背後的 的人生究竟是怎麼樣 那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這部電影面對他的刻畫 確實符合很身心害羞 但是他其實他的整個性格 是非常脆弱的 那似乎創作這件事 時裝創作這件事情 好像是他人生裡面 唯一的救贖 他只有做這件事情 他才會感到快樂 多數的時間 他都是沉溺在一種 好像很茫然的痛苦裡面 那我覺得這也是 我覺得也是有許多的創作者 我相信都能夠很體會這樣的感覺 因為特別是我 我覺得時裝 時尚創作其實很現實的 一種藝術 因為你創作出來 你立刻就是要接受市場的考驗 除了得到這個就是媒體們的好評或惡評之外 你同時你要面對市場 對你的作品的接受度 他賣不賣 那我覺得這對設計師來說 都是一個很殘酷的考驗 就像所有的創作一樣 你在還沒有推出之前 做得再棒 你覺得再滿意 你都不敢預期 真正推出之後的 以後就是整個外界對你的反應 所以我相信那個壓力 和那個患的患失的心情 絕對是非常強烈的 那尤其是在聖鸾先生的身上 尤其可以看得到 他似乎只有在要被皮奧巴雷先生 往台前一推推出去的時候 去羨慕的時候 他才會笑 多數時間除了跟朋友 就是沉迷在這個 這個毒品 或者嬉鬧的這個狀態裡面 他多數時間 他很少看到他有笑容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也是 一個創作者內心裡面 一個很真實的脆弱吧 我覺得片這部電影 把它刻畫得很好 很好 就像裡面他問他說 你究竟是想要死 還是想要活 然後就是創造時裝 就是在做下一季的 這個系列的服裝 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的 唯一的救贖 唯一的動力 沒錯 那總編輯覺得就是 這部片裡面 就是特別覺得 值得推薦 或者說你自己看到 可能大家不會發現的地方 可不可以再幫我們 多說一點 對我來說 最深刻的部分是 他剛剛接手 Dior時裝屋的時候 他在幫模特兒試裝 那我想 如果觀眾在之後 去看這部片子 也許可以特別注意 那一幕 當他在幫模特兒 試裝的時候 其實他手裡握了一隻手杖 那這隻手杖 電影裡面並沒有特別交代 但是因為我有去 剛好有機會去參觀過 這個Yves Saint Laurent的 這個Foundation Museum 然後有一個特別的機緣 能夠進去聖如蘭先生的 這個原來維持原狀的 這個工作室裡面 那在電影裡面也有 在視狀的時候 好像就是在那個空間拍的 那在當時為我們導覽的那個 那個小姐跟我們解釋說 他桌子上 就是這聖如蘭先生 生前工作桌 我們就看到一隻手杖 然後他就特別解釋 這隻手杖呢 是Dior先生 留給他的遺物 那我想這個這麼重要的東西 Dior先生把他留給了他 所以可見得聖如蘭師 Dior先生非常非常重視的一個 就是他在創作的這個部分 很肯定的一個左右手 也是未來他認為 可以傳承下去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人物 那你也發現在電影裡面 聖如蘭先生確實是握著 那隻手杖 在幫模特兒決定 最後視狀的樣子 可見得他對於Dior先生 有某一個程度的這個 崇敬和依賴 他覺得 似乎是覺得 好像他跟他是在一起的 我這所有的判斷 都是跟Dior先生 一起做的 對 我覺得這一幕 其實我看了以後 是非常的感動 因為其實 時尚圈確實是 很需要這樣子的傳承 很多很經典的品牌 確實需要新一代的 這個設計師 接手之後 繼續去 維繫他的生命 未來的生命 和未來的品牌的 這個精彩的歷程 那我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真的我尤其感動 也提示給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機會 去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 對 講到品牌的傳承 我們說兩年前 盛羅來已經就是被新任的 藝術總監更名為 就是Saint-La-Homme Paris 對 總監可不可以 幫我們說一下 他現在品牌的走向 是往哪裡去 OK 那在兩三年前 這個海迪先生 就是他接手 這個Saint-La-Homme 這個品牌 那他接手之後 他就決定了 他要把品牌的名字 改成Saint-La-Homme Paris 那坦白講 那時候在時尚圈 大家的反應是一片華然 大家都覺得說 他到底是要做什麼 為什麼他連聖鸾先生的名字 都改了 當然他改了就改了 他也沒有做特別的解釋 那接下來時尚圈 當然繼續觀察 這個Heidi先生 他後來繼續做的這兩劑 那其實坦白講 我們回頭回溯一下 這Heidi 他過去曾經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也許我待 接下來在描述的事情 可能大家就不會那麼意外 那其實Heidi在這個時尚圈 之所以會像現在這麼 就是他會有現在這麼 這麼大的這個名聲和名氣 其實因為之前 他曾經是Dior Homme 就是Dior男裝的 這個設計總監 那在那個時候 大家對一般傳統的男裝的印象 還是就是 順著男人的這個身形 就是肩膀很壯碩 這樣子的剪裁方式 但是在那個時候 他就完全的這個改變了 他對於男裝的認定 他把那種很瘦長型的 好像有一點點發育不良的 那種紙片型的男生 變成他理想中的男人 身材的典型 然後於是改變了 所有的剪裁 然後所有的這個模特兒 坦白講 要他做發表的時候 應該也很辛苦 因為所謂原來的模特兒 的這個標準 可能也沒有幾個人 能夠塞進那些衣服 但是他就是 就是一意孤行 他就是這麼做了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情 發生了好多時尚圈的人 突然就是為之瘋狂 當時甚至包括這個很知名的 Supermodel Linda 想要穿穿進這個Dior Om的男裝 而且出席很多重要的場合 而且包括我們剛剛曾經前面也提過 卡拉克菲爾先生 他先任的這個香奈兒的這個設計總監 他本來是一個胖胖的胖胖的先生 然後永遠都拿一支扇子遮住他的臉 然後戴著一個墨鏡 你不希望人家看見他真面目 因為他不滿意他的外型 可是沒有想要看到Dior Om這樣的剪裁 突然給他人生有一個新的動力 他居然開始去減肥 光是減肥就降了六十磅 把自己從胖子變瘦子 就為了要擠進Dior男裝 而且他也不諱言 在媒體面前說 後來他真的減肥成功了 變成現在的型男 所以這些事情都是為 為Heidi這個 這個所謂的很顛覆性的做法 就是給了一個很正面的評價 那到了Sanlo Home之後呢 他現在在做的事情 又是另外一種 另外完全不一樣的革命 因為過去曾經也有過 不同的設計師 接了這個Eve Sanlo Home 這個品牌的Ready to Wear 系列的設計總監的工作 但是那設計師們都是帶著 崇敬的心情在 延續這個品牌 對延續這個品牌 看著聖羅蘭先生生前 就是之前曾經創造過了一些經典 再重新用一個新的時代的精神 重新去演繹它 但是Heidi完全把這個拋開了 他想要用的是一個 搖滾音樂的概念 來重新塑造這個品牌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他做出來的東西 就像是那種年輕的搖滾樂團的 年輕 年輕人們 搖滾歌手 對 他們穿的在舞台上 騎士夾克 格子 格子洋裝等等 像這種所謂的 跟大家以前認識的Eve Sanlo Home 那種大師級 很大器的設計 完全是另外 另外的一個story了 那坦白講 時尚圈看到他這樣做法的時候 其實大家也是跌破眼鏡 大家一開始也不能理解 想說Heidi 你怎麼了 可是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去去年當大家在質疑的時候 我看到一篇這個紐約時報上面的一個報導 那上面就訪問了Pierre Budget先生 問他對於這個系列 Heidi現在的設計風格 他有什麼樣的看法 Pierre Budget先生的回答 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就講 他說當聖羅蘭在這個六零年代的時候 在巴黎創立了左岸系列 叫做Hughos系列 當時他就是希望能夠對於時裝圈帶來一個新的革命 因為當時的巴黎的左岸象徵就是一個革命 一個新時代的這個想要樹立一個新時代的新的價值的一種 完全要顛覆過往的一種古典的價值觀 而右岸就是有羅夫宮等等 有象徵的就是所有這個古典的價值 那為什麼他創立在左岸 他就是希望顛覆當時的時代 那他認為Heidi在做的就是像聖羅蘭當時做的事情 因為他覺得就是要重新的破壞 要重新的這個把這個品牌建立起來 其實他覺得Heidi做的一點也沒錯 他非常的支持他 他認為一個品牌在一個新時代 就應該要有新的樣子 對那我覺得這是Pierre Barger先生親口親口對他的肯定 所以我相信Heidi他在做的事情 很快的這我們就會看到他對於時裝圈 帶來的一個新的想法和價值 就是時裝圈也是必須要永遠都保持了一個革命的精神 才會推出新的東西 時代才有辦法一直不停的往前進 那今天非常感謝總編輯幫我們介紹 謝謝總編輯 謝謝 作詞文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作曲,被無詞 作詞文字幕製作人員